颈椎不好 今天我告诉大家 你们的颈椎每一个有问题了 你们颈椎都非常好 你们什么都不确就缺练 好 大家跟着他一起做一个动作 叫手捧莲花 这个动作专门治疗颈椎痛 非常好使 来 大家跟着一起做 把手放在这儿 身体挑直 身体挑直 手捧莲花要点一 身体挑直 手臂是弯的 不要直 手捧莲花 好 这样慢慢打开 手慢慢地打开 看到 一定手心冲上 然后两只手慢慢地绕到头后面 手心 手心要朝天 最关键的时候 他的手指尖要碰上 手捧莲花要点二 手掌朝天 看见没有 就这个姿势 好 牵持一秒 两秒 三秒 四秒 五秒之后 慢慢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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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手做在眼前 好 面向来 您记住了吗 我们在做手捧莲花的时候 身体一定要站直 手里好像捧的一朵莲花一样 然后双手缓缓地绕到头后面 并让双手的指尖碰上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您可千万记住 一定要让胳膊动 千万不要让自己的脑袋跟着手去移动 最关键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有很多人是这么做的 看着 有很多人是这样的 谁都能找 眼睛一定要向前看 没没吗 眼睛一定要向前看 把停起来 就是这个动作 只要你停留五秒到十秒 每天做五十次左右 再次做今天脊椎 练一个好一个 您听听 张老师可说了 只要每天坚持按照张老师教的手捧莲花 把姿势做标准 每天您最好坚持做五十次左右 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锻炼颈椎以及脊椎了 您这颈椎上的毛病就算是解决